重要防线被刺穿 乌克兰禁军托克马克 俄军大撤退 而重兵集结 新一轮大战将开始 乌克兰渗透关键战区 敌军补给线危险了 蒂涅伯集团军巨战 而内部危机飙升 乌克兰乍翻俄本土 大片地区停电 军援未曾停止 没缴获伊朗武器 转交乌克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节目 我是雨彤 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要先感谢好朋友Lord Chanville和RicoU6GM 谢谢你们的超级感谢 还有一直以来支持鼓励我们的朋友 你们的每次点赞留言都是我们团队能量的来源 希望朋友们继续给我们支持鼓励 感谢 最近乌克兰东南部战区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军事动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俄军在前线集结了大量的军备和人员 这引发了人们对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担忧 是否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即将爆发呢?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战场局势的具体情况 在扎布罗日的南部罗伯纪涅区域 俄军进行了反击 但被乌克兰军队击退 同时乌克兰军队继续向新普罗科皮夫卡发起进攻 同时兵分两路 在科帕尼东北侧和维尔波维西侧进行了多轮进攻 从10月5日下午开始 俄乌两方媒体都宣布 乌军成功占领了新普罗科皮夫卡村 虽然仍在清理村庄南部的产敌 预计未来几天会有升旗仪式的视频发布 这次乌军击败的是俄军第56空降团 乌克兰总参谋部通报说 虽然俄军第56空降团在这个被围困的地方表现得顽强 但并非俄罗斯博主所描述的那么厉害 乌军发布的视频还显示 他们进入了维尔伯维南部的新费多里夫卡村 正在清脚村内的俄军 在科帕尼至新普罗科皮夫卡的方向 乌军部队正在清理战壕 并成功向南推进了600米 这600米的进展是相当艰难的 因为嵌壕战斗的难度和残酷程度不亚于城市战斗 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在扎伯俄战场调动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高战斗力部队 因此乌克兰军队在失去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战果非常可贵 不仅如此俄军似乎已经陷入被动 乌克兰军队在向南和苏勒维京县地区的中部地区推进 重新夺回了之前不得不放弃的地点 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 在维尔伯维的郊区战斗仍在继续 敌军发动了重大反攻 但没有成功 不过乌军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 与此同时 乌克兰军队的主力正在向托克马克方向进攻 试图切断突出部的咽喉 如果托克马克失守 科帕尼方向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可能会被包围 因此乌军打破这个突出部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否则继续向俄军的重要城镇托克马克推进的话 将会非常危险 还有消息称 在托克马克方向的俄军开始撤离部分人员 难道俄军要开始撤退吗 消息来源指出 这是为了稳住新普罗克皮夫卡防线 然而乌克兰军队的第47旅和116旅 正不断沿着两条反坦克豪向托克马克发起进攻 迫使俄军调动了76空降师的预备队来加强防御 看来俄军对于守住托克马克没有太大信心 因此俄军76空降师的部队才被调遣到这里来加强防御 乌军的强势进攻迫使俄军做出此举 这也预示着托克马克的收复在年底之前可能会实现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东部战线库比扬斯克至莱曼方向 俄军恢复了攻势 虽然主要是通过空袭和远程火炮 但军事专家认为 他们可能在秋冬季发起新的攻势 现在看来 乌克兰东部战区的形势可能是最为困难的 据统计 该区域集中了约俄军1085辆坦克 近2000辆装甲战车 700多个火炮系统和500多个多管火箭炮系统 以及大量兵力 乌克兰东部战区发言人叶夫拉什表示 敌人在这一地区使用新型苏-35突击机密集 能够同时攻击空中的地面目标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成队出现 敌人还使用KA-52直升机 苏-25和米8直升机 增加了突击行动的强度 希望各方的军援 可以加快速度安置到前线 这样才能更有力地打击俄军 在顿列茨克的巴赫木特前线 乌克兰装甲突击部队和特种部队 成功渗透了西部城区 这一行动前所未有 使俄军感到措手不及 遭受了损失 防守该地的俄第三集团军 正在调动预备队 在巴赫木特南侧 克列谢耶夫卡东北部 和安德列夫卡东侧铁路线附近的地盘 是俄双方展开争夺战的主要地区 尽管双方互有攻防 但控制区域基本保持不变 在巴赫木特北裔 俄军的进攻被击退 而在瓦西里夫卡附近 乌军占领了俄军阵地 并俘虏了俄军战俘 整个巴赫木特地区 乌克兰军队持续炮击俄军的补给线 迫使俄军陷入困境 6日 T0513公路遭到乌克兰军队的炮击 威胁着俄军第三集团军的补给线 另外亚述旅的突击队 已经全部到达铁路堤坝的南边 正在向T0513公路的奥德拉基夫卡推进 在东部战线南端的森林地带 亚述旅不断取得进展 乌克兰炮兵在克雷明纳以西的 迪布罗瓦附近发动袭击 成功击中并摧毁了 试图攻击67旅狼鹰阵地的 大批俄罗斯步兵和军用车辆 总体来说 目前各个战场的强度在下降 但俄罗斯人在乌东还是蠢蠢欲动 这两天又再次制造了惊天惨案 目前已知消息 已经有51位村民在俄罗斯 对库皮扬斯克附近的 格罗扎村咖啡馆和杂货店的轰炸中上升 在赫尔松右岸 俄罗斯人疯狂炮击 每一个有可能是部队驻地的场所 6日又炸了一家医院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乌克兰海军旅的驻地 同样是在赫尔松 俄军也出现了问题 10月5日 俄罗斯蒂涅伯集团军 因人员大量损失而拒绝在南线作战 同时由于在辛卡霍夫卡以下的岛屿上 未能建立稳固的地位 这些部队的人员士气受到了打击 而且缺乏炮兵资源 以及士兵被残酷对待的现实问题 使得俄军士气低落 导致逃兵和投降人数不断增加 此前已发生多起俄士兵拒绝作战的事件 他们称来乌克兰是为了赚钱的 结果承诺的工资与战地生活津贴 一分钱都没有收到 自己反而一直在花钱买生活用品 俄罗斯更担心乌克兰军队的反攻 和来自克里米亚的补给线被封锁 因此一直尽快地通过战科伊 将重型装备和弹药转运到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方向 以备后续 在俄罗斯飞弹的多轮轮番轰炸和无人机空袭下 乌克兰的能源系统比去年更加脆弱了 尽管去年乌克兰在被炸后能快速维修勉强使用 但这次很多电力能源设施 因为毁坏严重而且缺少部件很难再修复 因此欧盟强力谴责俄罗斯犯下战争罪 欧盟扩大架构能源小组领导人表示 今年夏季已投入上千名工程师修复遭破坏的设备 然而随着冬季的到来气温渐降 在资金发电短缺的状况下 停电没有暖气没有水的状况将随之而来 意味着数百万乌克兰人 今年恐怕要面临更漫长更难熬的冬夜 以比之道环石比身 在俄罗斯边境区域 乌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和迫击炮 打击而境内基础设施 日前乌克兰的无人机 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三个地区 造成该区停电 俄媒《俄罗斯报》抱怨称 凌晨一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架无人机 向距乌克兰边境12公里的苏甲镇中央变电站 投下了两枚爆炸装置 导致14个定居点断电 凌晨三点第二架无人机 还在距离边境6公里的 格鲁什科夫村的一个变电站 投下了两枚爆炸装置 导致53个定居点断电 据俄媒报道 布良斯克和比尔哥罗德等多个村镇 也遭袭击 发生爆炸 同时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也在乌克兰各地派遣了29架攻击无人机 展开袭击 再来看看军援方面的消息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 于2023年10月2日 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了 约110万发7.62毫米口径的子弹 这些弹药原本是根据美国司法部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事诉讼而缴获的 这些弹药曾在1月份被截获 当时被运往叶门 根据联合国的要求 没收的武器必须被销毁或妥善保管 然而鉴于俄罗斯最近立法 对进入乌克兰境内的任何武器和弹药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 因此美国决定将这批数千件武器和弹药运送到乌克兰 以帮助缓解乌军的武器弹药短缺问题 同时乌克兰也在积极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举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会晤 讨论了新的国防支持计划 其中包括额外的防空设备、火炮和反无人机系统 此外英国准备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 意大利也在准备中 而瑞典准备提供近2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还在商讨中 目前存在两派不同的意见 一派主张在乌克兰加入北约后再交付武器 另一派认为应尽快提供资源 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国土面积有60万平方公里 仅依靠防空导弹无法覆盖整个领土 保护基辅和周边地区已经是一项重大任务 要终止俄罗斯的恐怖袭击 需要拥有F16等现代化装备 以便从源头打击 欧洲各国的任何拖延 都可能助长侵略者的气焰 还有这样一件感人的事情想和大家分享 日前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的教授 费伦茨·克劳斯成为了今年的新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值得赞扬的是 克劳斯宣布将自己的奖金捐赠给了人民的科学Science of People慈善组织 这个组织一直在翻修那些遭受轰扎破坏的乌克兰学校 许多网友纷纷点评说 克劳斯刚刚拿到奖金的前一天 就已经将奖金捐赠给了乌克兰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 穿着朴素的牛仔裤和衬衫 背着背包 看上去就像普通人一样 然而他内心却充满了善意和智慧 他的这一善举将被全世界铭记 事实上不仅仅是克劳斯 还有许多人 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 都在竭尽所能的伸出援手 支持乌克兰 哪怕是微小的善意帮助 都有如一滴水 滋润了乌克兰人民那干渴的清甜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